看不到什么成就 大学毕业了 很多人都大学毕业 我研究生毕业了 有很多人学研究生 我结婚了 很大的一个成就 但很多人也结婚了 然后我现在是个父亲 也有很多父亲 我被神 神赐过我很大的福气 是我能看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经过这些年 我看到我教的主学的小朋友 从小朋友 变成年轻人 不只是这个 他们也是爱神的人 我知道只有神可以成就这样 不是我做了什么 不是我做了什么 我也在笑的里 看到一些不喜欢跟人来往的孩子们 变成很开朗的 其中一个我记得 我突然偷看到他在笑 没有人在看他的时候 他在笑 两年前我不可能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 我知道只有神的恩典才能成就这样的事情 我也看到神在我和我太太的心里破碎了偶像 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 然后又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发生 但是知道一定会再发生 我看到我的妻子从姐妹变到妻子 从妻子变到母亲 也知道神在改变她 让她变得更完美 我也见到胎儿成长 不只是从那个超重播 不是用眼睛看 变成婴儿 出生 然后又可以说 神创造这些小孩是多么的奇妙 不只是这样 出生的过程也很奇妙 真的是个神迹 我发现我可能真的明白了这个概率的低 爱是什么 爱你妻子百分之百的爱你妻子是很正常的 然后有一个孩子了 你发现你还可以爱你的妻子百分之百 然后还同时的爱你的儿子百分之百的 我以前以为是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五十 我现在明白可以爱到百分之三百 我看到孩子们学走路 说话 这之前他们可以动 可以坐起来 可以爬 看到他们有 容易受伤害 他们需要多少保护 他们需要多少保护 又知道 创造的主 耶稣基督 他放弃了他所有的能力 来成为一个婴儿 完全地依靠其他的人 看到我的孩子受伤 叫着哭着因为他害怕 我没法想象神怎么能够让他的孩子被虐待而且死 看到时间的慢慢地走 现在我该结束了 我说的 像刚才我说的 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这些年来我成就的 我做到的不多 但我可以看到神的作为 不只是他开门关门的时候 也是他怎么改变人生的 谢谢 感谢刚才 让我们看到 信主时间长一点之后 我们大概会变成什么样子 说话会慢很多 我大概是一两个月之前 听说我要今天来分享 我当时很正经 因为我听说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每个人都会收到一个群发的邮件 我听说 我听说每个人都会收到团队 然后你可以自己 订阅哪天分享 然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邮件 也不知道谁替我选了今天这个日子 一个长周末 你知道我不能出去玩 但我很感谢神给我今天一个竞争机会来分享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我 不认识我 不熟悉 我也叫 Kevin 不是 Kevin Zhang 我是 Kevin Wong 我们私底下为了区分 都会把他叫小 Kevin 把我叫大 Kevin 虽然他看起来比较大一点 如果他公司 他也 may appear older than me 所以大家可以叫我 Kevin Wong 你可以叫我大 Kevin 你可以叫我大 Kevin 所以大家可以叫我 大 Kevin 所以试认邀 me any Kevin you want 我是 2011年来美国 然后就新住受习了 我 при习近� ficar来了 I came to the state in 2011 I came to know the Lord here and was baptized 大概有四年度 大概有四年度 14年扮来新泽西之后 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 比如去年年初搬了新家 然后养了一条蠢蠢蠢的狗 然后去年年底老婆突然回孕了 到现在有五个多月 这些都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地方 但我今天先不说你 最近一两个月一直在折腾一件事情 就是找工作 其实我本来当初挺有信心的 觉得现在的工作神不是很满意 然后我出去找了一圈 觉得自己的竞争力还不错 然后可能这次会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找到新的工作很开心 但是目前神没有给我这个夸口的机会 但是在这里我要做一个见证 但这里我能够带领一个我这样时尚软弱地导的普通基督徒 然后来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事情 但他还能够带领一个我这样时尚软弱地导的普通基督徒 她大概第三年五月从 Cornell毕业 然后她大概第三年五月从 Cornell毕业 然后她大约三年五月从 Cornell毕业 然后她开始在芝加哥找工作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 然后她开始在芝加哥找工作 然后她开始在芝加哥找工作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 然后虽然她学校很厉害 但是不知道是人的问题还是怎么着 然后她找了三个月都没有一点消息 然后她想是不是神有其他的带领 然后正好这个时候好像是微博上 然后在那时候微博上 微博上有一个纽约市正在食品公司招人的信息 然后她投了简历 然后很快就过了面试去工作 然后她就建议或者要求我开始考虑来纽约这边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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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就先这样就答应 然后这个时候不久她的一个同学要回国了 然后然后不久她的一个同学要回国了 然后然后不久她的一个同学要回国了 然后有一个职位空出来然后想把我推荐过去 然后就留在一个 job opening 所以她推荐过去 这个公司就是我现在正在工作的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就是我现在正在工作的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就是我现在正在工作的公司 我老婆一开始建议我过去适时的时候 其实我是拒绝的 然后我当时还是幻想着能在芝加哥找一个工作 所以当时她们的另外一个同学就去顶上了那个职位 所以当时她们的另外一个同学就去顶上了那个职位 但是过了两个月她们公司还是需要人 因为顶上那个人不好用 所以我就狠水地投了个简历然后就等消息 然后等消息的时间不管我怎么催都没有回复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在芝加哥那边经历一个属灵生活上一个很大的失败 然后就不要说找工作就算祷告也好读经也好 感觉都没有神的同色 大概是13年年底的时候 我终于从芝加哥离开然后一路开车过来去 然后去找我太太 当我晚上八点开到纽约市看到纽约的夜景的时候 我的手机上收到了一封email就是那个公司给我发来的 offer 就是这样子我在芝加哥收不到我在路上收不到 就是要等我到了纽约才会收到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动说神一直在等我他没有放弃 那说到我现在的工作我在那个公司是在做保健品的原材料 这个行业的水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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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效果不会多明显也不会多长 所以你们知道任何一个有利可图又不会出人命的行业时都很深 我干到公司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基本上他们会让我出很多报告 然后公司一直不是很正规 有的产品公司说客户说要质量达到一个标准才可以接受 然后我们明明没有真正测试过 但我们会跟客户说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客户也就都拿走了 所以他们其实那边也没有检测 或者我们生产了某一个营养成分的产品 然后是从一个植物上面提取的 然后客户其实要的这个成分是从另外一个植物上提取的 然后当时我们就一样卖掉了 但是我们就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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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很不正规 所以你们卖保健品的时候要小心 都说基督徒要在这样一个工作岗位上要服侍神 可是在我这样一个非常初级的岗位上 我除了每天做好本职工作 和同事出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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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老板有太多跳毛病的机会 靠我自己很难再有力量去改变整个公司的运用方式 一开始不是没有向神祷告过这件事情 但是我基本上很怕丢掉这个工作 又觉得这个工作神很不容易给了 他应该是会管我 但后来九十九十也就这样了 总而言之 我工作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物质上的需求 而为了保住我的工作 我一直在优先地去讨人的喜悦 而不是去讨人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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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想着讨人喜悦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基本上你的目的错了 你做的事情就不会带给你好的结果 就好像我们都知道人要活得健康 要吃得健康 但是越是胖的人 越是不健康的人 就像我这样了 我们喜欢吃的经常是各种汉堡 饮料 虽然能吃饱 但全都是垃圾食品 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来到教会 不是为了敬拜神 我们周五去团契 不是珍惜那分别出来给神的时间 而是你知道更喜欢和弟兄姊妹 收手 而是你知道更喜欢和弟兄姊妹 收手 而是你知道更喜欢和弟兄姊妹 收手 然后或者专注于自己 平常没有做完的事情 那么基本上这可能不能算作 奉主的名句 基本上这可能不能算作 奉主的名句 对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实在服侍神 我们放PPT 我们带小组 我们做饭 洗碗 都是服侍神 这些事情不是做给属灵长辈看的 也不是给弟兄姊妹看的 是神在看着我们服侍的 我们现在说回我工作的事情 我之前说我想换工作 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现在公司有很多违规的行为 是会让基督徒很不税 但实际上更大的原因是我要觉得我做的事情没有意思 然后工资也一年都没涨过 然后我老板那边一直在涨 然后这个老板对我们的态度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这个老板对我们的态度也不是特别好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把我老板吓唤了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把我老板吓唤了 就是两个星期以前 我下班在健身房的时候 我下班在健身房的时候 长话短说他们来调查了我们公司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之前说过这个行业水很深 但是他们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来一个 但是我挺镇定的 我也没跟他们说太多细节 一方面我胆子比较小 另一方面我也不太清楚公司的事情 就是知道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都知道我们教会已经叫陈焕 对就卖东西的那个 他是我在芝加哥的师弟 他现在也是我的同事 他还完全没有信主 然后后来莫名其妙就信了 可能因为我走了 然后他还信得很认真 所以其实信主早晚也好 其实它是好处来知道神的 那就是可以信得早也可以信得晚 然后跟你信主之前的光景也没有太大关系 神的恩典是很奇妙的 神的恩典是很奇妙的 他要联名谁就联名谁 然后那天晚上我跟陈焕通了一个电话 他建议我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公司别人 然后转天就跟老板说了这个事情 然后老板觉得人生很严重 然后很奇妙的 他就马上把以前所有不正规的事情都停掉了 他说宁可销售额下降 靠不减少也要保证公司不在这方面出问题 然后这两天我和陈焕在聊这件事的时候 都觉得这是一件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FDA一旦怀疑我们公司有违法的行为 他们是有权限可以直接来我们公司把我们公司关掉 然后可以分别调查每个人公 也可以直接查门的资料 没有必要先来找我这样一个人来打草惊设 所以无论如何现在我公司的问题解决了 我里面作为基督徒的担忧我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也没有借口再去找一个工作高的事情少了 所以我没有借口再去找一个工作高的事情少了 只能高兴地去完成了谁要做的事情 他就是这么一个幽默的事 虽然我信主时间不长 祷告不多读经也不够勤奋 但主他还是听了我曾经的祷告 在他计划的时间用他出人一样的方式做成了他又做成的事情 只要这个事情是他所喜悦的 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 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也是在爱我们 他也是在爱我们 我们现在不是宗教 我们不是说我们心诚则灵 不是心诚则灵 不是说我们彻夜祷告 或者进食祷告 神就一定会成就你所求的事情 神就一定会成就你所求的事情 也不是说你要多属灵 都会讲道 说方言 神才会听你的祷告 虽然我们很普通 我们收集的时候 也没有见过圣灵像鸽子一样飞下来 我不是说你们没有见过他 我没有 但我们一定要承认 既然神会让我们这样不配的人 蒙恩得救的罪人 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有份 那么只要我们得救了 神就一定会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独特的旨意 无论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刚刚开始 还是已经有些样子 我们一定会被神不厌其烦地改造 被神兴起了环境来不断地引领 去成为神要的样子 摩西曾经用帐将红海分开 大卫领兵打败周边的诸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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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是因为他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 更重要的这是神的计划和知识 我可能还要占用一点点时间 我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想和刚刚庆祝的弟兄姐妹们说 我们都很羡慕那些属灵长辈 我们都很羡慕那些属灵长辈 或是表现得很好的弟兄姐妹 他们祷告很有力量 他们查经很有亮光 看起来和神的关系都不错 但羡慕归羡慕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不能着急 还是要好好读经好好祷告 好好参加聚会 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直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才能更加地认识神 我们和神的关系越好 我们就越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质疑 生命也会越来越自然地活出来 一直活在基督里面 不被世界上的事和价值观带离了教会 才是我们出现基督的弟兄姐妹 最应该注意的事情 我以前在芝加哥教会的时候 他们也让我带查经 但我说实话自己都看不懂 最后还是沦落到上网去查资料 所以带调组的时候再转述出来 所以我其实在装作很有生命的样子 这个例子让我思考一件事情 这是我信主以来 无论在哪个教会 都觉得整体来看或多或少的 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要比平时遇到的人 会更有基督的样式 但我们又深知自己的本相是一个怎样的罪 是一个有各种各样的罪 都要等着被神对付的 那么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那么我们看起来会有几个呢 实际上有几个呢 会不会我在教会里面和在生活里面有太大的不一样 那么会不会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才会比较乖一点 反过来说 我们有些时候是不是都表现得太过期待 弟兄姐妹们表现出来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 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出于本能 人都会保护自己 一方面人会主动去诈着别人 判断别人的行为是不会伤害自己 无论是伤害自己的利益 还是伤害自己的价值观 或伤害自己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 人会权衡利弊 去主动融入周围的群体里面 无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还是我们平时接触的同学和朋友 盼望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能火出真实的自己 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接着他给我们的爱 去爱每一个可爱和不可爱的人 去爱每一个可爱的人 希望我们能够认为我们能够认为我们的爱情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I also feel God is very humorous 因为他在我们的生活中 会用着许多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难处 来挑战我们的极限 Because in our lives God will use many things to challenge us 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 We meet many problems in your life 如果你们有听我说过 就是我出差的奇幻之旅的话 If you guys heard of my miraculous business trip 就会知道您出个门 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Then you will know just leaving the door will encounter many problems 不管你做的再多的准备 No matter how much preparation you have 但是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But when you encounter a problem What kind of attitude do you have 在这些问题当中 In the midst of these problems Some 有的是为了自己 Some is for yourself 有的是为了别人 Some is for others 无论是在家 在学校 在公司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份 Whether at home school or in our company will have our role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 我们是不是愿意尾声付出 But the challenge is Doing the midst of these problems Are we willing to give up ourselves 其中有一种常常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There's certain things that happen in school often 就是大家明明说好一起做一个project That we'll all get together and say We'll do this project 但是总会 就是team里面总会有不配合的人 But within the team There's always somebody That's unwilling to contribute 可是很多时候 就算别人不和你一起完成任务 But many times Even when there are other people Who's unwilling to contribute 我们还是得做 We still have to finish 雖然有一点小小的不甘心 Although in our heart We're unwilling 但是你不做了 你就拿不到成绩 But if you don't do it You will not get the grade You不做了 你就没有办法向老师交代 If you don't do it You cannot submit to your teacher 再举一个例子 Another example 我们都爱过也被爱过 We all have loved or beloved 只可惜人的标准和眼光总是在改变 But however our eyes and standards are always changing 今天你诚心的为这个人付出 或许他不领情 Today you pay a lot of price for this person But maybe this person still ignore you 明天有人真心的对你 但是你却嫌弃他 Maybe a person pour out his heart to you But you still ignore him 那与其这样是不是我们就一个人 他好待着就好 In the midst of this Do we just live in solitude 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减少问题的发生 Is this the way to eliminate old problems 甚至你可以不用在乎别人的想法和看法 Maybe you can just totally ignore what people think of you 可是这些不是神用这些问题来磨练我们的目的 But this is not the purpose of God trying to mold us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All the depth and riches of the wisdom and knowledge of God How unsearchable are his judgments and his ways past finding out 在我越是逃避问题 他就越发的兴起我所不喜欢的环境 要让我学习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 The more I try to avoid a problem The more God raised an environment to try to fix my problem 因为他希望借着这些困难来磨练我的生命 Because God's trying to use this challenge to mold my life 因为他要做的是要提升我们的水位 而不是挪开任何一块石头 Because what he wants to do is elevate our life But not just to move a boundary stone 我常常在心情很防乱的时候 Often times when I was just emotional distressed 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睡觉 What I like to do is to sleep 因为一觉醒来感觉好像又重新开始 Because onc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a new beginning 只是这个不是面对问题的最佳方法 But then this is not the best way to face a problem 有科学研究说若一个身体常去处于休眠状态 There's a scientific research saying that in a body that's all 休眠状态 Oh a body that's rested too often or inactive 身心就会失去原有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忱 That you lose the livelihoodness that you're supposed to have 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 Send with their spiritual life 一个对生活失去动力的人 不管他曾经是职优生 或者是他是公司里顶尖的业务 And I'll motivate a person Regardless of that he used to be a good employee or a really good student 他现在就是像睡着一样他不会没有动力再往前 But however right now it's as if he's falling asleep He just don't have the motivation 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再让他的能力提升 Nothing can elevate his level 现在有一个新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一群人类 有说后菜鸟 对就是后菜鸟 他就是他在形容说 我们生活当中 就是有在金字塔顶端的人 也有在金字塔下面的人 但是中间有一大部分的人 他是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 或许他的能力已经超越了菜鸟 但是他又不如老手来的老练 对于在教会待久的基督徒 或者像我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 如果不持续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对神的事情不忍不热的时候 就算可能曾经脑子有很多知识上的对主的认识 或者我们正处于一个物质及属灵学习都很丰富的环境下又如何 所以神说你们晓得现今就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 主来的日子静了 如果我们还做属灵的后菜鸟 不努力追求 生命还是停留不前 那等到和主见面的时候 拿什么脸见他呢 想到这里我就不得不好好认真思考自己生命的问题 只是奔跑属天的路不是靠我自己就能够成功的 不是说我今天下定决心要每天读经要有基督的品格 我就可以有基督的品格 我想要活得更像基督就能发自内心的像基督 鸟不是一生出来就能飞 人不是一生出来就能跑 在学会跑之前得先练习走路 在生命没有到达该有的地步的话 神的话就像一条一条的诫命 不仅对我们来说不仅很难达到 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也用不上 有的甚至可以装出来但是并不持久 一个婴孩的生量是没有办法吃大人所能吃的美食 对婴孩来说 吃奶喝奶以外重口味的食物只会不消化 它会拉肚子 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 似的化若不是因着自己在神里面被破碎 因着信心的提高 一步一步的前进 要是没有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过程 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将神的生命活出来 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努力不去犯罪 我就可以不犯罪 只是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有时候虽然对自己说要存忍耐宽容的心 但有的时候心底深处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不甘心 很多时候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 我所恨的我倒去做 很多时候 what I want to do I cannot do what I understand I cannot for which I do I allow not for what I would that do I do I do I not but what I hate that I do 对许多想做却又不愿意做的事情 心里甚是挣扎 many things I want to do but I still I cannot do my heart struggles 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but I see another law in my members waring against the law of my mind and bring me into captivity into the laws of sin which is in my members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呢 oh wretched man that I am who shall deliver me from the body of this death 就我和新生命时常在 为生活上的问题争吵 and then my old self and my new life often war in this body 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 以自我为中心所有的表现 过于体贴自我的感觉 because once we have sinned our body has fallen and that we will obey the desires of our flesh 这些都和神在我们里面 新的生命相抵触 this is constantly conflicting in your heart 所以单靠自我的毅力和决心 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so just using my own will I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只会更加觉得自己为什么 这么软弱 这么擦净 well just bring more pitifulness into myself 但神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 要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and God says for I said through the grace given unto me to every man that is among you do not think of himself more highly than he ought to think but to think soberly according as God had dealt the every man the measure of faith 自己自我的努力就像超时的钟 striving using our own strength it's like a clock that's too fast 没有用处 it's useless 虽然努力 但是没有信使 although Christ works very hard but it's unfaithful 可能只是为了满足心里 那为了想成英雄的我 maybe just to satisfy the heroic desire in his heart 遇到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 a lot of time when we encounter problem we use our own ways to solve 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事情的好坏 use our own standard to decide if something is good or bad 用自己的想法来衡量别人的对与错 use our thought to criticize other people's right and wrong 但是神说 句子看来那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but then it says so then it is not of him that willed nor of him that runneth but of God that shows mercy 要知道如今我们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的救赎就白白成义了 being justified free by his grace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是神把人从罪里救出来 并将属天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is God who have redeemed us and put us in the life of Christ 既然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in this case nobody is living for ourselves and nobody is dying for himself 我们活着若是为主活 若死也是为主使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for none of us live for him to himself and no man die to himself for whether we live we live unto the Lord and whether we die we die unto the Lord whether we live therefore or die we are the Lord's 我们是按着他的行意被造 we are created according to his will 他也量身定做合适的托付和恩赐给每一个人 he has custom made all the burdens into our lives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有什么不是领受的 若是领受 为何致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saying bless Romans 4 Romans 4 Vers 7 使女人与人不同的是谁 有什么不是领受的 若是领受的为何致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 so who makes it different for anyone else if it's given to you then what is there to boast 一个为自己活的人 只要有一点不合乎自己想法的事情发生 里面那些埋怨苦独自卑 这点就会立马显出来 if a person that lives in himself whatever that's unpleasing to him he will show his unpleasing 但是一个为别人活的人 随着别人的心情和态度 也会失去平安 所以唯一不会让我们感到心累 且能够心中满有喜乐的方法 就是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让神来改变我们 认识到神刻意将这些难处摆放在特定的难处 和被磨练的时候 know the Lord who have placed us purposely in a harsh environment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祂让我们反复经历这样 一次又一次反复经历这样难处的用意在哪里 神用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来回答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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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一开始说到有一位执行长 奉董事长的任命要整顿公司 在公司里面有位即将要升职的员工 他以为升职以后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但是没想到执席长却把他降到全公司大家最不想去的地方 里面的同事每天都无所事事 被称为公司的废材中心 这样还不打紧还用很高的标准要他完成接着一个艰巨的任务 这位员工一开始只觉得执行长一定是针对他 肯定跟他有仇 甚至就差一步他就决定要离职 但是在一个意外下他发现原来这位表面上让他降级 感觉处处在刁难他的执行长 但其实暗中一直在帮助他 私下还为他扑路 或者就是希望这位员工能够不要停留在现在眼前看似无忧无虑的样子 反倒要他能够继续地努力 也不要骄傲地以为自己只要升职就可以高枕无忧 我们也有一位世界级的执行长 他比故事里看到的那位更有智慧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我们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当中 并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他照着他的旨意暗中为我们计划铺路 他照着他的旨意暗中为我们计划铺路 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从哪里来 他也让圣灵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同在里 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同在里 神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美意 现在就差我们是否能满足于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 神真的让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所以因着信实的神使我们能够忍耐等候 借着难处坚固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的生命活出主的荣美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主的荣美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and that our life may have the beauty of our Lord 有一个人这么说 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不在于我们处在何处 而在于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 Oliver Wendell Holmes says The great thing in this world is not so much where we stand as in what direction we're moving 重要的不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 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朝着神的方向奔跑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what environment we're in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what direction we're facing 还是我们离神越来越远 Are we drifting away from God 世界到处都是裹上一层层厚厚厚堂衣的谎言 This world is full of lies that's sugar wrapped 当你舔它一口的同时你已经上当 Once you give it a lick you're already trapped 所以众人以为每个事要留心去做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存全可惜业的旨意 So Romans chapter 12 verse 2 It says Be not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at you may prove what is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in the way of God 让神的话时常更新我们的心 The word of God often renew our hearts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to preserve our heart, mind and thoughts 不让外面的事情影响我们的里面 to not let the external factors influence while we're inside 不做后菜鸟基督徒 Don't be a beginner Christian 藉着难处认识到我们里面对神的信心有多少 through hardship will we be able to experience how faithful God is 是不是真的相信神会成为我们的帮助 Whether do we believe God will become our hope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被招的 We know that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good for them that loves God to them who are th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当我愿意每早起来到祂面前默想祂的话 When I'm willing to wake up early to devote my time to Him 雖然早起是一件很挣扎的事情 Although waking up early is a challenge 但那一天当中似乎很多平常觉得是问题的就不再是问题了 But then throughout that day many things that I think is as a challenge will no longer be a challenge 让神的荣耀盼望成为我们奔跑的动力 May God's glory and hope become the motivation of our race 愿意像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 Like Mary who sits before the Lord 时常默想祂的话 Often think about His word 沉浸在主的爱中 Devoting His love 使我们的生命和主的生命有真实的连接 So that our life and His life may have a true connection 这是我今天一定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三位弟兄姐妹给我们一起讲